第3隻眼睛 第3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近期天災人禍不斷 特別是在中國 更是一災接一災 遼寧洪災才過了沒有多少天 山西、陝西兩個省 多地也遭受到洪災 自至目前為止 官方宣稱洪災導致山西 175萬7100人受災 15人死亡 3人失蹤 陝西12人死亡 2人受傷 10月12日 在山西省防信救災新聞發布會上報告說 10月2日至7日 山西遭遇到有氣象幾隆以來最強的抽信 山西平均降雨量是119毫米 最大是山西臨份大寧縣 它的降雨量達到285.2毫米 省內37條河流發生洪水 洪水導致山西11個市 76個縣 175萬7100人受災 15人死亡 3人失蹤 12萬0100人需要緊急疏散安置 357萬6900畝農蔵物受災 1萬9500間房屋倒塌 嚴重損毀的就有1萬8200間 直接經濟損失達到50億2900萬人民幣 而在道路方面高速公路、國省幹線、鐵路的行駛都受到影響 南童蒲線奇縣、昌原河大橋、橋台被衝斷、列車停運 河流方面、奮河新降段、烏馬河清除段、池耀河奮陽段、孝兒段等多處發生缺口 10月8日上午 西界優市、宜安鎮、桑柳樹村民 柳女士就跟機者表示 只要洩洪他們的村子一定會被淹 但是他們不知道水能夠漲到那麼高 等到村附近的堤壩缺口 他們才被通知要撤離 柳女士認為 上樓的洩洪和當地退水渠被破壞 是這次受災的主要原因 她還說要追究責任 新西水災到底有多麼嚴重 我們來看看這個視頻 這是山西運城的一個網友通過航拍 記錄了目前山西運城民眾的受災情況 山西的水災繼續蔓延 另一個水災又來了 10月11日 中共陝西省應急管理廳網站消息指 近期該省的災害形勢異常嚴峻 特別是在十一假期期間 該省接報的滑坡崩塌 黎石樓等級有十二宗災害 導致了十二人的死亡 兩人受傷 據悉在陝西偉南大麗縣最近也遭遇到水災 境內的落河水位不斷攀高 在10月10日 該縣的趙道震段為提曼提缺口 十二個村莊被淹沒 近二十四萬人受災 兩萬多人要緊急疏散 因為當地政府救援不力 民眾也要在微博上哭訴求助 以上就是中國山西和陝西兩地的洪災報告 下面我們再去了解一下海外方面的最新災情報道 據美聯社的報道 巴西聖保羅城鄉地區和米納吉拉斯州 由2021年9月底開始 至少3度遭遇到風速達到每小時8公里的沙塵步襲擊 至少6人離難 2021年10月7日 當地時間早上3時左右 巴基斯坦西南部 卑魯茲省赫爾內地區 發生了5.9級地震 至少有一個煤礦和幾十間房屋倒塌 造成至少23人死亡 二百多人受傷 而且傷亡的數字還繼續在攀升 超過8間的泥屋倒塌 包括政府大樓在內的大量房屋受損 據悉由於赫爾內地區屬於山區 而且地震引發的滑波 導致多條道路中斷的通行 救援的工作面臨困難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7日晚上10時41分左右 位於日本首都東京二東的千葉縣 發生了6.1級地震 東京有強烈的震感 造成電車出軌 停開 水管爆裂 火災等災情 日本放鬆協會報道說 氣象廳指出 在祈育縣和東京都二十三區 觀測震度達到五強 是2011年3月11日發生規模9.0強震以來的第一次 當時東京都內多處都觀測到震度五強 2021年10月9日西班牙加納利大區拉帕爾馬道火山 再度噴發溶岩 溶岩吞沒了附近的建築物 大量的火山灰果粒 相互碰撞引發了閃電帶著 拉帕爾馬道火山由當地時間9月19日開始噴發溶岩以來 已經過了三個星期 根據西班牙國家部於10月9日發出的統計 溶岩已經侵蝕了大約480公頃的土地 其中還有農作物的耕地已經達到165公頃 大約有1,200棟建築物被損毀 兩座學校被消失 多條道路被撤斷 大約6,000居民無家可歸 根據加納利大區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 直至到現在為止 火山噴發溶岩對該島嶼的建築、道路、農莊物、景區的破壞 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可以達到4億歐元 噴發出的岩漿流入大西洋冷卻成為了陸地 令這座小島的面積持續增大 據西班牙媒體於10月7日的報導 西班牙國家地理研究所當日的報告顯示 當地時間7日的中午 位於柏拉爾馬島東南部的馬索鎮附近 發生了4.3級地震 鎮區附近震感明顯 這是由9月19日 拉柏爾馬島火山噴發溶岩以來 該島嶼增級最高的一次地震活動 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高達35公里 比起該島嶼前所發生過的絕大多數地震震源的深度要深得多 如果大家有看過鄭博健最近的預測影片 或者你們都會發現 最近發生的這些天災慘禍 似乎正好驗證了鄭博健的預測又成真 鄭博健在最新的預測中說 下半年的天災除了離不開水和風之外 還有大型地震和海嘯能量存在 根據預測 無率10月的天災能量有些反常 除了極端天災會捲土重來之外 同時也會發生奇怪的氣候現象 令人措手不及 鄭博健相信10月的天災會比過往的更嚴重 希望大家能小心防範 安然這樣度過 他說接下來的無率10月 將會是今年最關鍵的時刻 因為所有的大空能量都會倍增 也是未來幾個月 世界局勢的演變和障礙的開始點 第一 空氣會重疊 力量會翻倍 人禍極端天災會捲土重來 而且是災難級別 第二 第二 疫情能量已經達至今年的高峰 新的變種病毒 新日波的疫情 或者會大爆發 年中的疫情不用小觀 尤其是在北方的國家 第三 戰亂的能量已經來到新的僵持局面 區域和平也難以實現 對立更是一法不可收拾 鄭博健推測 大國之間的品圖爭奪戰 將會越演越烈 大國的結盟 區域的競爭失衡 未來將會是戰火蔓延的時代 如果沒有和平主張國的結盟施壓 世界將會生靈塗炭 最後 鄭博健還說 我衷心希望 這個掛像不會實現 因為一旦成真 未來這幾個月的問題 將會提升至到災難級別 一法不可收拾 簡單來說 丁有九月 是暴風雨前 一個帶給人類喘息的緩衝期 但是到了無率十月 世界的亂局就倒數九十日 人類需要多個關鍵性的欄杆 在重重考驗中掙扎求全 或者暴風雨今次從天而降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根據鄭博健的預測 未來還會有一法不可收拾的災難發生 但願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如果你有什麼看法 請留言給我們 在節目的最後 為大家獻上我們頻道 最新製作的主題歌曲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節目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这红魔鬼跳舞 当末日的语言 重复的穿出 陪伤团为水边湖 在神手中的魔术 这世界卸妆的面目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旧宇宙崩溃的迷雾 用第三只眼认知的角度 当光影虚度 伤化辜负 浪潮里飞舞 一人你的眼神奇出 做错误的领悟 乖剧情突兀 心无所属 信仰别模糊 你穿上救出的礼服 在等待谁守护 你穿上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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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不住 这世界卸妆的面目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旧宇宙万亏的迷雾 用第三只眼认知的角度 当繁华无数 图密虚物 爱恨都是苦 人在被遗忘的旅途 谁在来世的路 当世间万物 终为尘土 谁的风光无数 坐在遇见的时代里 我们都是独注 我终有一段铭心刻骨 谁为谁付出 地色山流入处 认最清楚 认最清楚 词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